你 可叹哪 可叹 我王守仁 居然也活成了这个样子 我生于状元门印 少富天才之名 心目圣人之道 熟读兵法练就武艺 为求有朝一日 能为国效力 为民除害 以仁义施于人民 成就君子之名 其料造千党陷害 受庭障之责蒙牢狱之灾 在头荒万里 九死一生 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孔子说至于道 什么是道 道在哪里 如若孔圣人在世 处于和我今日一样的境地 他会如何想 他会如何做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 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夫子是说道 必须通过人来体现吗 君子至于道 造赐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夫子昔日 匡帝遇难可谓造赐 困于陈菜可谓颠沛 首人今日 洪荒万里 为何还不能悟道 你此时不正在悟吗 阿 神据匿迹 尚能求道 尽苦道仪 如何才能更尽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孟夫子 求得本心便能无道吗 请教我 无道由心而生 向心问道 你已经很近了 还要更近 一草一木 皆有智力 如能豁然贯通 便终知天理 诸夫子 我曾隔足七日 却未能无道 纵使武德草木之理 如何直指大道 请教我 豁然贯通 豁然贯通 我无法贯通 谁能教我 能教你的 只有你自己 人 皆有是心 心 皆具是理 夫夫子 你是说 心即是理吗 求问大道 难道求的就是本心吗 学为君子 天下归人 修的便是一颗 人 德的心 君子 所幸 仁义 理智 根于心 豁然贯通 终知 天理 人 心至灵 此理 至名 万物 皆 备于我已 仁德 仁德的心 良知的心 心中贯通 仁心至灵 万物皆 备于我 备于我心 我心 即是理 仁德的心 良知 心中贯通 仁心至灵 备于我 备于我心 仁急事理 仁无厌 仁无厌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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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之道 五性滋足 不假外囚 多谢各位先贤 谢农场 谢农场